腾讯视频Doki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创造员2020一学员张佳元 场景是无实物表演 要求根据给出的规定情境做出相应表演 场景一 浑身无力又不得不起床 这有太会痒了 场景二 见到老师前来指教 场景三 见到久违的创始人 场景四 上台前给自己加油打气 场景五 饥饿状态下终于可以去干饭了 场景六 不小心把信息发错给老板 场景七 趁人不被偷偷藏零食 创次学员大拷问 学员形容很臭屁有什么想回应的吗? 我吗?我吗? 我属于那种臭屁而自私的人 就是我知道什么时候臭屁就好玩了 而且就是本来我就很臭屁嘛 不过家里我就红了 我爸我妈就觉得这个红的地做了 在营里你觉得自己是什么担当? 人质吧 太玩了 对啊 在营里我觉得我是 感觉首先极特担当 进步担当 之前怎么会想到把海星鲁画成锦鲤的样子呢? 好玩啊 就是传扬中国文化 有没有某个时刻特别想加的? 无时无刻 想回家干嘛? 我只要躺在一个远回眼的床上 甚至用大眼的双人床 我能来回来滚那种 然后可能睡个24小时 然后醒着就在我的休息座 上面打个电脑 打完电脑呢? 我就说我要吃我妈做个饭 希望继续打游戏 打到凌晨 也要继续睡 一到十分 如果我自己的进步成功打分的话 你会打多少分? 9万 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 所以说可以9万 现在有没有还想挑战的造型和风格? 没有 剪短发算是一种了 剪短发我看看 25、6岁再说吧